欢迎回来牛小咖 我是不信币也不会倒 但是很装逼的必倒 那前段时间呢 我们收到了比乐地新款的双法摩卡糊 之前我们讲过一期单双法的区别 单法更适合做黑咖啡 那双法呢更适合做牛奶咖啡 那我们今天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全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摩卡糊制作奶咖时的经验和技巧 那今天的对比 我们会用控制变量法 固定的制作参数 调整其中一个参数来对比 首先我们分别用深度烘焙 浅度烘焙的咖啡豆 完全一致的参数和制作方法 做成拿铁看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会用13克的咖啡豆 15格的研墨度 做两杯奶咖对比呈现一下它的味道 那磨豆机呢我用C40 为什么要用C40呢 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 在17岁的那里呢 我暗恋过一个女孩子 他告诉我说他喜欢喝手磨咖啡 特别是C40手磨的 最香 而且还听说呢 这玩意儿是最好的理财产品 于是 那可以看出来 深烘焙的CREMA颜色 看起来相对比较深 那浅烘焙就比较浅 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浅烘焙的油脂 消散特别的快 因为我用的是300毫升的杯子 深烘焙的咖啡豆喝起来更香醇 更醇厚 咖啡的浓度更高 而浅烘焙的呢 喝起来就太大了 不够浓郁 所以说啊 我推荐 摩卡湖啊 还是要使用深烘一点的咖啡豆 那市面上呢 也有很多深烘一点的咖啡豆品牌 就比如这 哎呀 虚晃一枪啊 有惊无险 不是广告 接下来呢 我们同样用13克的咖啡豆 C40 15格的研墨度 那同样呢 那萃取的水量我用100克 那区别在于一个咖啡叶出来后 5秒关掉 另外一个呢 是15秒到20秒关掉 那最终能喝出奶咖之座5秒拉开 和15秒的味道相差并不是很明显 黑咖啡呢 喝起来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5秒的会容易一点点 但是呢 加了牛奶之后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固定所有的参数 一个用13克的咖啡粉 一个用18克的咖啡粉 对比一下它们的区别 那13克与18克的对比 18克的口感在黑咖啡上 口感喝起来会略微的偏重一点 因为用的相同的水量和时间 那18克的浓度也会高一点 而奶咖的区别呢 就不会特别的明显 因为萃取的水量 我用的是固定100克 所以18克萃取出来的咖啡叶 会比13克萃取出来的咖啡叶少 那我会更喜欢13克的 因为口味相对更平衡 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最关键的是 粉量用的少能省钱呢 那在这里我做一个调查啊 你们在家里面做这个双人份的摩卡糊 用多少颗的粉量呢 那再接下来 依然还是用同样的参数 但是用不同的研磨出息度 做这期节目真不容易啊 连续磨了七八次了 然后中间还翻车了两次了 一个用C40的15格 一个用20格 我们再看看它的区别 那15格的呢喝起来很平衡 巴力感比较强 而20格的呢喝起来稍微会偏淡 牛奶的味道压过了咖啡的味道 没有15格的口感那么好喝 然后最后呢 我们一个下壶用冷水 一个下壶用热水 最终得出呢 冷水和热水 喝起来的区别也不大 就是制作时间上 冷水至少要一分半左右 而热水呢 只需要30秒到40秒就好了 那前提呢 是我的加热炉已经是预热好的 那最终得出呢 其实我们制作的方式不同 而结果也会有一些差别 而最重要的是还是研磨度 以及比例上决定了制作咖啡的口感 当然烘焙度还是使用中度烘焙 以及深度烘焙的会更好 而咖啡豆不同的拼配 也会得出不同的风味 以及口感 今天喝太多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 这期摩卡壶的分享 那我们下期见 Cheers